歌手二姐张慧才刚宣布10月5号国庆晚会将要登上台北大巨蛋的舞台 也是他崩拜9年之后复出 不过呢他昨天发出了声明说其实自己发现已经离癌 治疗过程中更出现肺摔色大出血等等的状况 连嗓音都受到了波及 而且将会坦诚了2015年身体就出了状况 原本以为休息就会好转 在开刀与反复的化疗当中 多次面临了生死交官 等等接连而来如今抗癌成功 张慧说事情发生了就只能面对对抗病魔 每一天都当成是最后一天 也许呢是乐观的心战胜了一切 而下个月张慧在国庆演唱 张慧也说了 从事麦克风战胜舞台为喜爱他的歌迷而唱 也为自己而唱 对一路上的贵人他也敏感舞内 舞以言表 最后更庶民了要重新介绍自己 因为他是健康的张慧 也是带着乐观正向归来的张慧 不过消息一出也震惊了外界了 曾经罹患胃癌四起的艺人唐灵也一起了当初生病时的痛苦经历 感叹说开刀化疗之后呢 内在跟外表真的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伤害 几乎是回不去了 但对艺人来说 总是习惯呈现美好的一面给观众 不希望被看见不好的病容 因此他非常的心疼张慧 同样历经他那段难熬的日子 如今将会成功的抗战 迎战了病魔 将以重生的姿态重返舞台 桃林也给予他祝福 也期待看见张慧恢复活力 展现奴隶康复的成果 而胸箱各离医师 苏伊峰也分析了张慧的病情 他指出了 张慧提到的症状通常跟腺癌类型的癌症有关 像是肺腺癌或是大肠癌乳腺癌 苏医师也进一步解释了 如果张慧曾经接受过肺部的手术 可能会大幅减少肺活量 对于歌手来说 这将严重的影响歌唱的能力 甚至日常生活中 也可能会因此感到呼吸困难 此外 如果曾经接受过插管治疗 声带跟喉咙可能会受损 导致嗓音会沙哑 影响说话跟歌唱 会不止间 可能会需要一个月甚至更久 仅仅将会能够抗癌9年 表示病情可能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但是苏医师也指出了 肺腺癌通常会出现在 在癌症的晚期 特别是需要使用血衰的溶解剂的患者 往往需要最为危险的阶段 而医师张冠宇也说了 作为有癌症史的病人 失身跟丹田失去力气 其实是重大的警讯 从广泛的癌症复发今天来看 不难让人联想到 喉反神经跟隔神经 可能有暗示肿瘤组织压迫 或是复发转移侵犯神经 都是很可怕的症状 张冠宇也指出了 这些细胞因子会引发炎症的反应 进一步增加血栓的风险 不过江会的声明最后也提到了 麦麦市长没有忘记 他们之间的约定 但这到底是什么约定 高雄市长陈吉麦今天也是欲言又止 不过他最后还是卖了一个关子 他说现在还不能收辣 在时机成收时就跟大家报告 现在顺其自然 不过他也祝福二姐的身体健健康康 不过不管是要不要开演唱会 现在不少的阅迷最期待的 还是10月5号二姐的付出收次演出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精华尘案风波越滚越大了 柯文哲昨天身穿了黄球衣 蓝白头现身真的是震撼各界之后 如今再爆出了众网基金会金流不明 遭到质疑是柯文哲用来操作的小金库 名字姚慧珍就爆料了 继神秘的2022年11月1号 小省1500省进京之后 隔天11月2号就成立了众网基金会 单继资产一千万元 而基金会的董事长 就是民众党政治现金金流案中 留下了名言 我很负责认得说 我完全不知情的财务长李文宗了 此外过去柯文哲的亲信 蔡碧如、谢明珠 也分别都是基金会的董事 姚慧珍就说了 众网基金会两年来捐款收入量 1700万元、业务支出2677万元 但是官网只记录了四场的活动 跟仅有一张10万元的发票 这一辆1677万元到底花去哪里了 对此民众党发言人吴宜轩就说了 应该交由众网基金会来对外界来说明 众网者想把家人完全的推干净了 只是现在金庄刊也爆出了 在金华城融解率确定是为840%之后 柯文哲2023年9月30号 独自前往了陶珠影园 建了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金 更爆料了 柯文哲的妻子曾经陈佩奇 多次的利用ATM加百万元的不明资金 散存到自己跟子女的银行账户内 恐怕是涉嫌到洗钱了 对此台北地震书强调了 不与置评无法证实 不过对此陈志涵就说了 他说现在看来不是查到哪爆到哪 而是乱乱办乱乱报 呼吁北检别再误导办案了 但是不管有没有前往台湖州影员 柯文哲的声量恐怕都大受影响了 马上带你来看到了 观察北检8月到现在的网络情绪声量和好感度 负面声量来到了7.2万则 大于正面声量的3.7万则 热门的负面话题包括了 因为声压失败跌了大脸 外界批评没有掌握到关切金流 证据没有搜起就急着办 搜索超出了合理范围 但之后他卷土重来 成功积压了柯文哲 挽回了颜面 总体的好感度来到了0.52 不算太低 不过总体而言 现在嘲讽柯文哲民众党的声量 成为了主流的意见了 而国内民众党中央所喊的司法不公 认为是绿色恐怖 民进党干预司法 大约只有占了整体的22%而已了 不过如今 党内少了党主席 群龙无首究竟要听谁的 虽然表面看起来团结挺党主席 但贝利里格暗潮汹涌 恐怕只有民众党自己知道了 如今前秘书长谢立功在建议说 为党的长远发展 他认为应该要认罪协商 争取最有利的结果 没想到被小嫂批评了 每逢危机就落井下石 要他主动的退党 有人更建议了 紧接一边小组应该要做事 开除谢立功的党籍 不过就在外传党内有双黄斗争之际 另一边多次纵暖的国民党 都是党内双头马车 党中央跟立委立体 但北深渊中小平跟游淑慧 可是全力猛攻 立委洪孟凯喊出了 要让民进党谦卑地面对民意 就是国民党的52席立委 加上民众党的8席 没有实习发挥最强的监督力量 但如今党内的小鸡不同调 是否也大大影响了双方的合作意愿呢 有时候就自爆了 被党内的长辈警告了 说他不顾大局 要他手心拿高查 但是呢 党主席主理人今天听到之后 转身就走 似乎是不愿意回应了 如今看来 国民党的立场似乎有点尴尬 在声援做官厮杀跟辅道之间摆到 如今党中央没有明确的指示 但国民党大名大放 各自有立场的态度 恐怕连让小草们对国民党有好感都很困难 如今呢 蓝云这样的薄细战法 将要获取反律阵营的票 如今真的还是未知数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2014年美国总统大选第二场的电视辩论会 就在今天的台湾时间上午9点登场了 先任副总统贺锦丽 首先呢 都是率先的走向了前总统川普 自我介绍之后 并向他握手 结束了连续8年没有候选人 在总统辩论台上握手的局面了 不过呢 辩论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选民最关心的经济与生活成本 谈到了关税可能带来的高物价时 贺锦丽直接说了 她说呢 川普容易引发美中的贸易战 还批评她将美国的晶片卖给中国 基本上等于是出卖了美国 但是呢 川普随后就反驳了 她说他们是跟台湾买的 更不会说这是贺锦丽的政策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政策 但是呢 贺锦丽就猛烈的批评了 说川普只会替富人减税 伤害美国的中产家庭 强调支持中产阶级 而川普支持有钱人 但是川普则回击了 她将专注于对其他国家来征税 反驳贺锦丽的经济政策非常的空洞 更说她只是抄袭了拜登的计划 接着呢 谈到了敏感的全球战火问题 俄乌战争以及以哈冲突 贺锦丽就说了 这场战争必须要结束 而且必须立刻结束 她接着几乎一定要停火 而且终究要达成两国方案来重建加萨 她也重申了以色列有权自卫 但是呢川普就说了 如果她今天还是美国总统的话 这场战争根本就不会发生 还说贺锦丽非常讨厌以色列 如果她担任总统的话 相信以色列两年内将会不复存在 川普再度声称了 如果自己是总统 能够在一天内结束俄乌战争 贺锦丽却反抢了 普丁会把川普当成是午餐来吃掉 至于谈论到堕胎的议题时 现场更是一度的火药味超级浓烈 川普对于堕胎的议题的立场反复不定 他这次回应提问时 坚称不会签署全国的堕胎禁令 而是认为此议题应该要交由各州自行来决定 而且呢还多次的错误宣称 民主党支持出生后堕胎 换句话说就会处决婴儿 贺锦丽则是在堕胎议题上站稳了脚步 他誓言呢会签署法案 回复罗素韦德案的判决 并且直言川普不应该告诉女性 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 如今杜台被视为是 2024美国总统大选的核心议题了 而川普也强烈抨击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 真正移民正在吃居民的宠物 但不少当地的官员都强调了 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 川普阵营呢也在辩论会结束之前 就发表了声明 狂赞川普的大师级表现 简然就是辩论会的赢家 提出了大胆的美国愿景 不过呢 贺锦丽绝对不是省油的灯 她为了这一次的辩论闭门特训 还请来了知名的政治影集纸牌屋的顾问 担任辩论的教练来备战 贺锦丽的辩论会也成功地激怒到川普 让团队大赞贺锦丽 占健总统的架势 更马上要求又再举办一场辩论会了 不过呢 一据CNN的最新民调的数据来看到 有63%的民众认为贺锦丽的表现是比较好的 只有37%的人认为川普的表现比较好 报道也提到了 这场电视辩论会的民调数据 与6月份川普呢 对上拜登的数据出现了变化 当时呢 认为川普表现比较好的人是高达了67% 远高于拜登的33% 看来如今贺锦丽上位 可能会带来不少的影响之外 另外也有一个协讯了 就是美国的流行乐的天后泰勒斯 在辩论结束之后 立刻在IG发文力挺贺锦丽 并猛批川普利用AI捏造假讯息 同时选择配上了抱着爱猫的照片 暗奉川普的副手贩丝了 不过呢 毕竟过去 美国的政治学家就曾经分析了 泰勒斯可能会带来旋风 引领年轻人的投票意向 如今随着美国大选持续的逼近 越来越多名人表态 美国大选的每一步也都将牵动全球的战局跟政局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